尽管台风要过去了 但是在苏华公路的部分 现在沿线是遭到大雨冲刷 河仁至清水路段还出现了严重贪荒 预计要傍晚的时候才能抢修完成 而目前的路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范馨云告诉大家 工程人员经过一个晚上的抢修 目前苏华公路可以说是迈向通车 迈向了前面一大步 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北上的168公里处 这里也是让所有的工程人员最头痛的地方 因为透过画面带您来看 这边的摊方随便一块的落石 几乎都像这样重达十几公顿 而这样的落石对于要搬运的挖土地来讲 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再带您来看看摊方处的另外一边 由于前几天受不了大雨冲刷 以及大量的落石重击 目前这个道路路基已经属于严重的掏空 那么有一半的沪南以及木桥 都已经跌到了深谷的下方 事实上其实从今天一大早 两台挖土机就在这个北上168公里处 不停的抢通 我们来听听看稍早的访问 顺利的话应该是可以单线通车 这也不敢保证就对了 尽量啦 全力以赴 现在动到多少台机局过来 目前我们这一边 我们这头有四部 那在那个河仁 还有166那边 那边还有就是 北段的部分大概也有四部怪手 好的您可以听到公务段的断讲师表示说 除了这个北上168公里处还在抢通 另外这个166公里处接近河仁隧道口 也有将近一万立方明的土石摊方 加上这个土石非常非常的松软 因此怪手的抢通也是相当不容易 而目前他们拉出了时间表 预计这个北上166公里处 河仁隧道口 要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左右 就要把它全部抢通完毕 但是在168公里处 可能就必须等到傍晚才能够通行 因此呢 苏花公路要恢复全线的单线通车 最快最快的时间点 将在今天的傍晚五点钟左右 那么到时有最新情形 也让随时为您掌握 把时间交还同内 好预计下午五点可以抢通 而苏花公路的路况 我们会随时的来带您关心